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在贵州为期五天的全国台联第21届台胞青年千人下令营贵州分营活动中 来自台湾十四所高校的二十余名台湾青年学生体验了非遗记忆 感受了民族文化 到贵州黄果树瀑布 中国天眼 西江千户苗寨等地参观游览 以前只是在地理课本上了解到贵州 这次我感受到了贵州的民族风情 来自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吴医生说 在他看来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建筑 服饰和歌舞 都展现了苗族独特的文化特色 喜爱民族文化的他渴望再有机会来深入了解 在广东 孙中山历史文化亲子探寻营活动持续五天 共吸引大陆和台湾地区25组家庭 共计80余人参加 参与活动的家庭将在广州 中山两地分别参访中山纪念堂 黄埔军校 大元帅府 孙中山故居等地 了解孙中山历史功绩 此外 活动还安排参与家庭听趣味讲谷 赏经典乐剧 近距离感受非以手艺的匠心传承 沉浸式体验岭南文化 台湾地区营员代表何松玉说 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是我们深入了解文化 加强学习 增进友谊的绝佳机会 港中澳大桥 散立中紫园及东莞理工学院 无不象征着历史的延续 科技的突破 更成为文化和学习交流的桥梁 我们一定珍惜这次机会 积极参与每一项活动 认真学习 充分交流 在北京 二零二四两岸青年峰会举办论坛 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宣介会 京台青年生活节等系列活动 两岸青年携手会青春 在上海 护台四百余名中学生展开才艺交流 共同舞动青春 畅想未来 在浙江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登场 一千余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 共创未来 今下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形式多样 精彩分成 台青参与者中既有许多长来组 也有不少手来组 台青们深入祖国神州大地 参观历史文化古迹 体验各地风土人情 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地域 乘坐高铁 新能源汽车 体验移动支付 参访高科技企业 近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脉动 精深体验的暑气交流 有助于台湾青年发现真实 立体 全面的大陆 打破误解 偏见 甚至错误认知 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蓬勃机遇 他们将所见所闻 所感所思带回岛内 带动更多台青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 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注入更多青春活力